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上涨幅度比较高 单级是上涨幅度6.7% 那么像Carsales COS这些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包括NN是医疗股 那么这些都值得大家继续关注 它后续的一个股价走势 像下跌的板块里面 AMP下跌幅度是比较大的 目前是已经接近两块钱的价格 所以说呢 如果在底部形成完整的一个底部建仓图形之后呢 我们可以考虑AMP毕竟是澳洲最大的养老金或者基金类的公司 那么它的资产 包括有一些固定的建筑的大楼 那么这些固定资产的价值呢 也是能够支撑股价 它毕竟是从20多块钱一直跌到2块钱 所以说市值缩水的比较剧烈 那么是否能够超低反弹 大家可以近期关注澳洲股票 澳洲大盘持续创出新高的背景下 AMP能不能有所反弹 那么其他方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澳洲股市近期确实创出了2008年以来新高 并且连续在接连几天都在创出新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一直涨涨涨 还是说会有一定的回弹需求 那我们对投资者来讲的话 大家是等一等 还是说现在赶紧再继续进场 赶紧上车 其实在2019年1月份的时候啊 包括在2018年12月 在总结18年 展望19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了 19年呢 可能是咱们30岁以上 相当于是咱们80后 70后 60后 可能是最后一次大的财富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机遇 当时呢 很多人不相信 问为什么 因为19年毕竟没有来嘛 并且18年又比较惨 大部分的资产价格都是在缩水的 不管是房市还是股市 因为贸易战的影响 但是呢 大家也看到了 从19年1月1号以来 我们让中国啊 或者是澳洲的华人去买中国的股票 或者是大盘A50 那么中国股市一路上涨 飙涨了40%50之后呢 到3月份啊 我们开始转为 跟大家说 中国美国股市啊 可以停一停 那么澳洲股市可以继续创新高 那当时给的依据是什么呢 那当时给的依据是什么呢 是澳洲政治稳定之后啊 如果说是自由党上台 那么我们就知道 自由党在经济领域 很明显是比 Libery Libery 劳动党要更有优势 对吧 大家觉得他更懂经济 所以说未来股市里面 他搬行了几个政策 第一个是不实施这个付购税 第二个呢 就是给大家普通的人啊 降税 第三个呢 就是增加就业岗位 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 自由党的这些政策呢 都会有利于股市的进一步冲高 并且呢 澳洲央行作为政治 央行和经济的第二大要素呢 央行也是非常给力的降息 并且接下来下半年 有可能继续降息 所以说澳洲股市呢 现在如果大家手上没有股票的 可以适当的参考啊 选一些还没有上涨过的 或者大家认为价值 比较被低估的一些股票 可以进行投资 那么手上有大量股票的呢 我们有一个数据啊 就是说世界上啊 财富排行榜 排钱的一些大的家族啊 他们在金融资产里面的占比 其实是份额非常高的 能够占到60%以上 但是地产里面的占比呢 就比较低 比方说是20% 30% 为什么呢 因为地产板块啊 或者我们买房产啊 它本身的这个变现能力 是比较差的 即使到本周啊 澳洲的数据公布出来 是近一个月啊 或者一个季度 它的这个房产销售啊 还是价格在下滑的 下跌悉尼下跌百分之三点几 所以说房产市场呢 它如果要扭转啊 它的速度会比较慢 但是金融市场速度是非常快的 比方说啊 银行股在自由党大选的胜利的第一个 星期一开盘跳涨10% 所以说金融市场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 变现能力是极强的 那么其他方面呢 我们知道推荐的过的股票 BIN这支呢 上涨幅度非常大 那么像这一类的公司呢 它本身的价值是被低估的 并且呢 它在长期来看 盈利能力非常稳定 也不需要搞太大的一个投入 搞太大的研发 有些公司呢 要需要研发 比方说医药公司 那么它是依靠研发 每年要投入几十亿美金 那么一旦研发失败了 几十亿美金就打水漂了 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想搏一把的话 那么医药科技类的股票 会比较占优势 但是如果大家想稳健一点的话 像我最喜欢的COS 现在已经是创出了历史新高 COS BIN这些一类的股票呢 它本身都是有极其稳定的现金流 并且呢 在固有的业务基础上 它能够向外扩张 所以说这些公司的价值优势 就能够轻易的体现出来 另外呢 现在全球处在降息的一个环境里面 大环境中 像欧洲央行前几天也说了 以后可能还要量化宽松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背景下呢 美联储呢 可能也坐不住了 昨天抱怨也是讲话说 美国呢 有可能 如果是经济环境继续恶化的话 也有可能考虑降息等货币政策 进行刺激经济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澳洲新西兰已经降过息了 那么降息之后啊 资产价格肯定是要上涨了 那么什么是资产价格 股票首当其冲 那么另外呢 我们说黄金呢 昨天有客户问啊 我说还能涨 那么今天到早上广播的时候 是八点半 报价是1350美金 现在呢 刚刚过去一两个小时 已经涨到了1370美金 所以说呢 上涨是我们比较认可的 也是比较确定的 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因为世界上啊 如果还有震荡的话 还有动荡 政治经济不稳定 那么黄金价格就会上涨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影下 即使降息啊 美元下跌 大家说美元下跌 可能黄金啊 就要上涨啊 这是没问题的 对吧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呢 股市上涨 那么黄金呢 可能需求就不是那么大了 其实在现在啊 不一样的 股市上涨 是大家对资产价格的需求 那么资产价格有了 上涨了 那么机构手里呢 还需要避险 对不对 现在的市场跟前几年不一样了 风险呢 是不断增加的 所以说大家在资产价格 越来越高的基础上 其实心里呢 是越来越恐慌的 因为担心呢 某一天可能价格突然就下跌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持有黄金啊 或者是持有日元 或者持有黄金的股票啊 比方说NCM这一类的股票啊 都是澳洲比较出名的 世界上开采黄金成本都比较低的 现在全球开采黄金成本均价 应该是在1000到1200美金 但是NCM公布出来的财报显示呢 它开采黄金的成本是在700多 不到800美金 所以说呢 它的成本是全球最低的啊 所以说在黄金开采商里面 NCM的股价最近也是一路创出新高 上涨了差不多30% 那么这就是我们目前啊 对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评估 以及未来大家可以做一些投资上的调整 我们在6月23号 也就是说本周日啊 下午1点到4点啊 有一个大型的讲座 在格伦维伟雷的Novatel酒店 主要的内容呢 是讲目前的一个股票市场的投资环境 邀请了差不多是六位嘉宾 包括我们自由党的一些议员 那么给大家讲一下未来自由党之后的一些经济政策 落实到个人或者是落实到企业上面 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 地点呢 就是格伦维伟雷 大家也是老地方了 所以说这次报名人数有点多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提前到场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 每日财经快讯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